这个就是 就是他说的汪红菜 汪红菜啊 哎呀 这个蛋在那里面试 很面试 这是他大的蛋 那就是汪红蛋 对 汪红蛋 爸爸 今天你是要跟你煮一个汪红的美食 啥叫汪红美食哦 那个给你介绍 反正他在那里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研究了一下 他说今天晚上要给我们弄菜吃 我去看看啊 看看兜哈 给你拍了 你的美食搞得怎么样了 汤菜烧的 马上开始 烧的白菜汤啊 酥菜汤 还凉拌了木了 还准买了卤菜 先打几个本鸡蛋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看在视频里面说话就是要把它搅里起泡 好 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要得你先做作业嘛 我这个菜炒了不然还可以吃辣 好的 这个菜有点肥鱼 你家人又够不够 够了 其实我到来路由下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猜到了哈 没错 那就是光西老表教我们的炸辣 就是那个螺蛳粉拌铝 我今天也够了 好 然后把火关销了 朋友们如果当时翻车了千万不要笑话我 好 它是蛮成功的啊 说明 油温一定不能太高了 看你能不能把它翻过来 哎呀 哎呀 它翻烂了 哎呀翻烂了 我刚好把这个地方翻弄了哈 它就没成蜂蜗状 如果等一会再翻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是蜂蜗状 都没达到那种效果 你看这个地方是达到那种效果了 那一部分已经成功了 但是那一部分 在我翻的时候可能翻早了点 没有完全成功 把它捞起来 本来我是想要一个完整的炸弹 还有我肉少可能太细了点 然后我们来调点料汁哈 放点红烧粉 放点生抽 放点盐 放点鸡精 加点水 把它搅拌均匀 这都是跟他们说的哈 我也搞不懂 你不怕翻车嘛 大胆的做 然后把这个番茄碟炒一下 我感觉我来点尝 番茄炒鸡蛋 我也得那么香 把番茄炒得干干干干 这个时候把鸡蛋拿上去 然后把这鸟汁搅上去 擀上骨盖 闷一会儿了 好,去锅 不看你我翻嘴了 你给点煲糊液 撒到煲糊液 二妹,爸爸吃饭 二妹,来,擦把我今天的炸蛋 那不就是番茄炒鸡蛋吗 炸蛋,你看吧,明香的不一样 就是番茄炒鸡蛋 你尝尝味道 你看爸爸的番茄 好练乎的感觉 这个吃下饭味道一流 舒服的,哈喊巴士的板 爸爸自己要 这个就是 就是他说的汪红菜 哎呀,哎呀 这个蛋的那么练习 很练习 这个还发的蛋 那就是汪红蛋 汪红蛋 这个人们一来就说 你的就是番茄炒蛋 嗯 这个还是好吃 要泡香啊 嗯,泡香 香很 嗯,真的还不错 这人是一种甜蜜啊 为什么要浪动 看起来不好吃 吃鸡蛋 非常的好吃 哦 你还吃到味道了 口感不一样吧 嗯 这种西红柿炒鸡蛋 这西红柿炖鸡蛋 不是炒出来的 炖出来的 把这个往饭里面倒 这个泡蛋 可以下饭 哇,真的是好吃 就是捡个蛋 捡失败了 我估计我的火可能火候不够 明天我再告一遍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更新的,对吧 嗯 你爸爸好学习 那个不错哈 那个精神不错 好学习煮饭 说明天就试试啊 所以说,他的外国好学习 你爸爸好学习煮饭 你都要好学习 你的四个 他说的他学习四个口目 你们只是学习一个 可不 还要辛苦些 还要老婆些 你学习一下老婆家 努力嘛哈 敬你而为哈 我跟你说,首先每天到学校 第一点事情 一定要把饭吃饱 如果饭吃饱了 下午上学再打磕水 哈 对吗 饭吃饱了再好好学习哈 看没有 饭吃的不饭 你都会饿 要饭了 给你睡不着哈 你说 你们要吃饱 吃饱了才有精神看书 学习啊 晓得了我 嗯 美食你明天继续做嘛 我头鸡蛋都得很辣 要得 你永恒都 多看点视频 多学点美食 尽管做我们只可吃 哈哈哈哈 你一天的整点新花样 还是要的 哈哈 把你吃鲜吃的嘛哈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下期继续分享我们庞哥的新创作 哈哈 嗯